伊朗又被美国制裁咯 不过这回的伊朗找到了两大法宝来逃脱制裁 是哪两大法宝呢 带您快来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志玉 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聊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总是被美国制裁 但它总有办法可以逃脱制裁 至今屹立不摇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伊朗 伊朗呢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国家 它应该是被这个美国制裁 三不五十制裁一下 然后呢谈好了没好个几年 然后又要被制裁 那它最近呢现在正处于被制裁的状态 那这一次的制裁呢是川普前总统出的手 这个川普要选举之前 要连任选举之前呢 又把它给制裁一遍 那当然啦之前的这个川普为了他要连任嘛 所以呢他就下重手 所以呢各个国家都被他给制裁一遍了 这个北韩被他骂的臭头 然后中国呢哇这个贸易战打到最后 哇什么东西全部制裁 全部通通不准卖 那晶片呢也通通不准卖嘛 那大家也知道美国是怎么对这个中国下重手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伊朗 那伊朗呢先是这个川普前总统退出了这个核协议之后呢 又把人家给制裁了 明明是你自己要退出核协议 然后你又制裁伊朗干嘛 好不管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那伊朗这个奇妙的国家是怎么样逃脱美国的制裁呢 他透过的就是地下经济 什么叫地下经济呢 哇这就很奇妙了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呢 当然你要地下经济你就很复杂嘛 你要透过很复杂的金融啊 然后到处把你的钱藏来藏去洗钱啊 然后逃脱那个金融体系 但是问题在于啊 现在全世界的金融体系 你真的很难逃脱美国的掌心 美国的长臂管辖 哇大家也知道嘛 这管很宽嘛 住海边嘛 那怎么个管法呢 他是你只要 不管你是用到美元的任何交易 你就会被他管 然后呢任何的金融体系呢 只要跟美国牵扯上 一点点沾到边 你就要被他管 所以他的长臂真的很长耶 这跟我们一般的长臂不一样 他的长是 一般人大概300万倍吧 好那不管了 那所以呢 那你怎么样这个逃脱美国的制裁 那就很难嘛 问题是 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叫做比特币 比特币呢 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难以追踪的 所以现在几乎有非常多的犯罪行为 或者是很多地下经济都透过了比特币 那我们就跟大家来举例 这个比特币他的神奇之处啊 近来几次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清楚的 透过比特币的犯罪 亦或是要讲 透过比特币逃脱了金融体系的追踪 有几个非常知名的案例 比如说呢 像汪能快 大概2017年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时候这个汪能快 这样的一个骇客组织 入侵了很多重大的企业啊 政府啊 机构啊 然后呢 这个绑架了人家的一个网站 然后就跟人家要勒鼠嘛 要赎金 要的就是比特币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台湾的朋友比较清楚的是 在2020年啊 这个国内非常知名的 像人保啊 盐华这样的一个大企业 他们也一样 他们的一个官网被入侵 然后呢 最后也是不得不要付出赎金 当然啦 这些公司都不能告诉你说 他到底有没有付钱 但是呢 应该都是付了啦 那那个时候呢 大家知道这个赎金的金额 也非常非常的高 大约像10亿台币这么多 那个时候呢 现在的这个网路的骇客 热熟饭呢 都要的是比特币 还有呢 才刚刚发生的在美国 非常重要的美国最大的一个 这个输油管线的公司 也被一个叫Darkside的 一个骇客组织给入侵 一样要的也是比特币 那为什么这些犯罪组织 现在都要比特币 当然就是因为比特币 很难以追踪 然后呢 他们要到了比特币之后呢 他有非常厉害的方法 可以把它变现 这个比特币呢 除了难以追踪之外呢 他进入了比特币之后 他有所谓的换币器 人家这个很会洗钱的 他就用比特币 然后呢 去换成其他等值的货币 想办法再出来给你 那个真的非常难以追踪 而且过程当中层层的 加密的系统 然后再加上非常多人头户 你真的是找不到 所以呢 现在才有这么多的一些犯罪集团 都要用比特币来逃脱 那样的一个管辖 那刚举的是几个很重要的例子 那这个比特币 这个当然比较 这个守规矩的国家 或者是比较这个有组织的国家 可以这样讲吗 好正常的国家啦 通常对于比特币 这种难以追踪的一个行为 是觉得很不OK 因为一个国家 当然他要管他的人名 然后所有事情都要非常organize 然后他要什么事情 大家要守秩序嘛 对不对 这个好国民一定要这样啊 你什么东西国家要掌控嘛 那突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 加密货币比特币 你无法掌控 然后呢 你看这种地下组织地下经济 就用比特币晃来晃去 做一大堆坏事情 国家管不着 那当然不行嘛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正常 正常的国家 通常是会有非常多的限制 亦或是直接就是ban掉比特币 就是不准用嘛 那我们来看到很多国家 比如说像美国啊 他们也对比特币 有很多的限制啊 然后呢 像最近的中国啊 中国已经直接告诉你说 不准挖矿嘛 那现在有很多 本来在内蒙古的一些矿场 都被抄掉了嘛 就不准你挖矿嘛 那直接是给比特币 就是一个禁令嘛 那所以呢 很多正常国家是这样 那另外像是 呃我们看到像土耳其啊 他直接就说 那你就不可以用任何的 加密货币付款啊 然后像美国啊 呃日本啊 其实有很多国家 是限制比特币的 但是但是当 我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但是我被制裁的同时 诶比特币好像变成了 他们要突破制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了 那我们就要看看 伊朗是怎么样 透过我们刚介绍的 比特币他的地下经济 他逃脱了美国的制裁呢 好 那么其实呢 美国对于 呃伊朗的制裁是全方位的 除了金融体系之外呢 他其实禁止伊朗卖油耶 伊朗就是一个卖油的国家 不然他怎么赚钱 他怎么活下去 然后呢 反正美国就管很宽嘛 就不准他卖油 然后呢 不准他卖油之外呢 他甚至整个封锁了 伊朗所有的对外的一个管道 你要卖什么东西都不可以 然后他还管很宽 管别人都不准跟伊朗做生意 呃还记得吗 华为不就是因为 要跟伊朗做生意 所以呢 现在感觉好像快要变灭顶之灾嘛 那也是伊朗啊 那所以呢 现在这个美国管这么宽的同时 那伊朗现在呢 为了美国的经济制裁的底下 他们现在的外汇储备 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他几乎没有外汇 可以跟其他国家做生意了 呃现在很多 呃伊朗的一些民生物资啊 他是靠人道救援的 很惨的 但是呢 他就是不妥协 呃这个通常啦 美国跟你经济制裁 就是要你妥协嘛 那你妥协了 你乖乖了 那当然美国就摸摸头 好了好乖啊 那你以后就听话咯 那再我们就不制裁咯 他就是要逼得你这个 跟他妥协嘛 那伊朗就不妥协 不妥协怎么办呢 呃我们来看他怎么样透过比特币 呃这个伊朗呢 马上想到一个办法 看到了商机 搭招伊朗产油 油是他很重要的外汇的收入来源 那现在不能卖油怎么办呢 呃油是可以干嘛 油可以发电嘛 所以呢呃伊朗就囤了非常多的油 那这些燃料他可以发电 但用不着那么多嘛 于是呢他就说呃那不然的话就来挖比特币好了 所以呢呃他就吸引了大规模的矿商 他们还在呃2019年的时候通过了一条法律哦 这条法律就是直接开放大家来挖矿了哦 呃这国家就是赞助你挖矿 然后鼓励你挖矿 甚至呢伊朗还让他们的发电厂 国营的发电厂 直接成立一个比特币的挖矿公司 然后就开始挖挖挖挖挖 反正他有的是油嘛 有的是电嘛就来挖嘛 好那就挖得很开心哦 呃你知道吗 全世界大约有4.5%的比特币哦 都是从伊朗挖出来 这个比率是在上升 因为呢在之前他还没有正式的鼓励 大家挖比特币的话 呃大约只有3%多的一个比例呢 是伊朗挖出来的 现在已经上升到4.5% 那当然呢挖矿大宗还在中国嘛 中国大约有全世界60% 60%到70%的比特币都是中国挖出来的嘛 那现在呢伊朗的比例也越来越升高了哦 挖了非常非常多的比特币 那当然伊朗除了鼓励大家挖比特币之外呢 他还要求你挖出来的比特币 你要卖给伊朗的央行 因为呢伊朗的央行啊直接就把比特币作为他们对外交易付款的一个货币了耶 这么奇妙呃现在的伊朗讨厌死美国嘛 所以他们要去美元化 他什么东西美元都不要不要不要 他们现在呢弄了很多的人民币欧元 然后呢就是比特币 所以呢伊朗用央行的国家的高度啊 支援大家来这个挖矿啊 然后呃弄了很多的比特币啊 然后就变成了对外的一些交易呢 他就用比特币了 那你知道吗伊朗啊透过这个挖比特币 他一年赚进了10亿美金 和台币将近300亿耶 所以呢就靠着这300亿 其实呢伊朗慢慢慢慢的在 让这个美国制裁他的一个力道啊 这个减缓一点 让他还可以继续的活下去 那除了呃这个比特币之外呢 当然你要怎么样逃脱美国的制裁 呃伊朗还靠了朋友 呃伊朗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中国 呃伊朗的油卖不出去 但是呢他中国跟他买 所以呢呃近来我们看到中国的外长 王毅呢还去访问了中东嘛 那也见过了伊朗 然后呢他们还签了一个卖油的协定 呃他说呢这个伊朗要供应中国石油 然后这是一个25年长期的一个 互惠的一个协定 然后中国要帮伊朗做他的基础建设啊 要投资伊朗啊 然后伊朗就要把油 呃这个源源不绝的稳定的供应给中国 那当然啦看到现在 同样都是遭到了美国要制裁的国家 那当然啦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朋友嘛 所以呢中国跟伊朗现在就变成超级好朋友嘛 以前就是好朋友啦 那现在又感觉有难同当嘛 这个兄弟国家 所以呢他们又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 所以呢现在就是两国要携手 共抗美国的制裁了喔 那这个伊朗呢透过了跟美国跟中国合作呢 其中在石油的结算货币上他也用了人民币 而且呢在外汇的储备当中呢也大量的采用了人民币 甚至呢因为啊这个伊朗他的货币啊 遭到了这个美国的制裁之后 他的货币几乎就是完全不值钱 一文不值 于是呢现在伊朗呢他就讲 那货币旧的不值钱我也不要了 他们要有一个新的货币 那现在新的货币呢 他要直接的锚定人民币 所以呢让他的币值跟人民币有一定比例的联动喔 那他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可以让他的货币稳定下来 当然现在的中国也是跟这个美国应该是 当然还差一点 但是不相上下的一个大型经济体了喔 所以呢现在伊朗呢就直接靠向了这个中国大型的一个经济体 然后他的货币呢要联动人民币 用这样的方式希望可以稳定一下 这个伊朗被美国制裁之后 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金融体系喔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那其实呢 呃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微妙嘛 我们看到了美国为什么要制裁伊朗 他就是要他妥协嘛 要他不要再发展核子武器嘛 那这个核协议呢就变成了呃要不要妥协一个很重要关键 那现在伊朗就不跟你妥协啊 反正我有其他办法我就可以挖比特币啊 然后我反正找到中国这个很大机器体挺我嘛 那我不一定要理你啊 那现在呢这个以前中国美国也是有跟伊朗买油嘛 现在不买了嘛 但是呢哎很奇妙喔 说不买油但是却偏偏在呃美国进口油品的一个清单当中 你就赫然发现说怎么看到伊朗的进口油的一个项目在上面 你会觉得很荒唐啊不是说要制裁美国不是不买油还不让人家跟他买油 那你怎么自己又跟他买了哎 这件事情太奇妙啊 后来才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超瞎的一个呃状况就是 美国跟海盗一样的 你知道美国呢在这个2021年啊今年的2月份 在阿联酋的海岸 大家知道呃这个美国为了要封锁这些中东 他视为敌手的恐怖组织国家 呃有很多的这个船舰军舰在这里晃来晃去 他们说巡逻嘛 那又不是你家门口巡逻到好远去 巡逻到别人家门口去啊不管 好然后呢他巡逻巡逻呢就赫然发现说 哦有一艘船很可疑 然后呢说那艘船啊上头挂的是这个赖比瑞亚国旗 但是他是伊朗游轮 所以呢美国说哦这个叫做伊朗的这个伊斯兰的革命卫队 他们又想要偷卖油很可恶 所以呢就用了这个呃反恐的一个法律 把这艘游轮给扣了 就把人家油给扣了 然后呢这是不是很像海盗行为啊 随便扣人家船 好扣了船之后呢 他说真的恐怖组织 然后呢就把他扣了 扣了之后怎么样呢 居然把这艘游轮拉回美国去 然后把人家油卖掉欸 他把人家油卖掉赚了多少钱 赚了呃这个1亿1000万美元 就把人家油卖了200万桶的原油 他就把人家给扣压 然后把人家的油全部通通卖了 然后这个钱就进了美国自己的口袋 然后呢于是呢就出现在这个买卖的这个原油清单当中 说这叫做跟伊朗进口的原油啦 就是这样 反正就是一件非常瞎的事情 那现在呢美国这样子另类的进口了伊朗的一个原油啊 那大家就有非常多的好奇啦 因为本来看到清单还想说 呦这个美伊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不是要这个破冰了 是不是这个美国又跟伊朗这个买油 是不是欸两国关系怎么样怎么样 哎猜半天根本就海盗行为 那其实呢美国海盗行为还有这一桩也跟伊朗相关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照片啊 这是呃一艘美国的军舰上全部摆满了军火武器 然后这也是最近发生的 一样呃美国呢就在这个中东的海岸边 发现了这艘船非常可疑 然后又把人家扣下来 扣下来之后呢就说哎呀上头怎么一大堆军火 然后就说哦这个又是伊朗想要去援助 叶门的叛军的一些军火 又把人家给扣下了 所有的军火全部呢排满了美国的军舰上 全部是被没收的军火 所以呢这也是伊朗 但是这种事情哦像这个邮轮被扣了 然后军火被扣了 这种伊朗呢也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哑巴吃黄莲 因为呢你也不能站出来说对那个油是我的 因为呢你站出来说那个油是我的我要卖 那你还不是中了他的计 因为美国就不让你卖嘛 所以你站出来说是我的也没X用 因为他反正还是要把你扣走 那这批军火呢呃你也很尴尬 你也不可能站出来说那都是我的 因为他反正还是会把你扣走 所以呢现在伊朗对美国也是只能气在心中了啦 不过呢无论如何啊呃在美国要制裁伊朗 现在看起来伊朗似乎已经找到他的办法逃脱 嗯透过了比特币的定下经济 透过了中国的一个帮忙 现在呢这个伊朗到底呢这个核协议 美国希望能够逼他妥协还能够撑多久 那到底这个核子协议呢 美国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跟大家聊咯 那么这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咯 我们下回见 拜拜